它就是榴槤包欸 這裡有好多水果 快點滿滿天的欸 不可能是XX 真的滿滿天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Soya 有看上一集影片的朋友應該知道 我現在人在哪裡 我現在人在泰國 因為呢我上一集就是 嚇到一下超強 因為他不知道我來泰國 然後就叫他一個屁股 你要留的 其實今天已經是在泰國的最後第二天了 前面時間過了很快 然後也沒有拍到什麼東西 那今天呢就要帶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水果自助餐 其實像超強他就覺得很無聊 他就覺得 水果有什麼好自助餐 可是我剛剛有偷看了一下 它是除了水果之外呢 它還有用水果做的料理 哦呀 你們是不是很好奇 超強在那裡呢 呀 它在這裡 我們今天因為時間不夠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分頭走 他今天要去拍他的 三餐 Oh my god 我這種小女孩呢 是不會join的 那我們就一起去吃水果了 Let's go 可以到了這一棟樓叫做 Buy Your Pet Hotel 哦 這裡很多人 找到了 找到了 你好 Where can buy ticket for this? 我去買菜了 誒 為什麼 到水果那邊就沒有人了呢 我以為是一個很熱門的行程 後來好險 這個原來是有包括 去樓上看風景的門票 還不錯耶 房口長醬 看很多榴槤 我知道我這邊只可以吃一匹 誒 我包藏誒 為什麼沒有人 我跟他 阿尼看有什麼 榴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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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一個就夠了 因為怕我吃不完 OK 我拿一個就夠了 雪橙榴槤 哦 這裡有榴槤 哦 這裡有榴槤 哦 給他幫我加熱 哦 給他幫我加熱 我分開 哦 喔 Taramel sauce 哦 看你們看什麼 呃 混合在嗎 呃 台灣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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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撥賣賣 不 用 撥賣 哦 浸軟 賣 我不准 沒有 哦 饅頭 我泡頭 這是菜式榴 Rain 浸軟 浸軟到了 哦 这里有 好 あお disfr歌 哦 送丹 цент 哦 賣 不准 浸軟ville 我不准 他還是放了一點點 辣椒 哇 這些都是他的醬 哦 還有很多茶 那这个要怎样拿哦 应该跟他 order 然后他会 check any之类的 哦 这个是蛋糕 水果串 该不会是巧克力 安妮克的巧克力 哦 呃 安妮 哦 真的吗 是真的吗 我不确定是不是要直接进去 哦 它还是捞给我了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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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臭 啊 这有什么 哇 葱丹 哦 它还有奶油 看起来很肮脏 很丰盛 有榴莲啊 鱼咖喱 葱丹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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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有点小葱耶 我觉得应该会饱耶 嗯 没有榴莲面 哦 吃 这葱太多了耶 我还要吃 我 阿姨 我可以用榴莲 我可以用榴莲 你听得懂吗 我就想不要给它吃我榴莲 吃榴莲 哦 你买菜 他以为我要换榴莲 他以为我要换榴莲 换榴莲 我先进来吃这个 湯弄焯 超香 也很爱吃这个 不然就是野奶在一个蛋糕里面 嗯 这个羊鸟 不然的话就好吃 超油麻麻 欸 它不是人家要领那个椰奶 哦 是可以拿的 这个很多椰奶耶 嗯 很甜 不是 榴莲 榴莲 还是有远方不了花心的那个 遮碍的糖尿蒙 哦 不是我好急耶 这个应该是一个宝贝 可是它的位置只有 这些为什么 诶 浓味比较重耶 榴莲味根本闻不到 嗯 好硬哦 真的太硬了 我看你的口味也那么冷气 你知道它的口感有点像面包果耶 很扎实的 它完全跟榴莲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它榴莲味也没有很重 它就是 好像它是 面包这样 看现在来吃它的绿咖喱 它绿咖喱里里面有一些水果 然后它讲这个是不辣的 嗯 嗯 嗯 我看你猜给我的是骗人的 我刚说一列一列叫的东西 阿里快走 你要看哪 好啊 OK 它看它的榴莲是弄成像榴莲干这样子 可是它不是很干啦 它就是 可以哦 那榴莲味也没有很重啊 对我不知道我来吃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 我今天不吃松拌 因为它通常都辣的 嗯 嗯 嗯 西瓜Jelly 里面有很多水果 嗯 它西瓜总会好多喔 我还知道它其实为什么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很浪费 嗯 啊 不好吃 粉粉的 这两个都是榴莲蛋糕 可是 你知道那个蛋糕口感很像日豆沙这样子 就是 粉粉的 你看它的质感就是这样 细细耶 我不知道怎样解释了 每个 我之前吃过一些什么榴莲泡巴榴莲蛋糕 你看里面的榴莲都是很creamy 然后很爆浆 这样子 这种完全不是中口感 吃下来的这个sagu 上面配了一个抱着买的 嗯 芒果 就是芒果跟甜蜜 我刚才的巧克力 温泉 巧克力 分水池 已经硬掉了 来试试看 蜂蜜加巧克力哈 应该不是很搭啦 那个味道很分开耶 黄粒很帅啊 巧克力很甜 巧克力火龙粿更不达 西瓜不达 好乱喔 我整个嘴巴里面 我都不知道我在吃什么 好流量 可以感觉到这个酒店 已经是蛮有历史感的一个酒店 从他的loby到他的电梯 到这里的环境 旧旧的感觉 我当时有连最快乐的房子 就是用手指 可是我选择方便 哇 诶看它好棒喔 好棒耶 就是没有有味道喔 外面很干很淡喔 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散散不过来这个行程里面 它很像有什么 加一百块可以让你吃到表演之类的 这个就是剁包啦 啊很饱啊 他这次吃水果叉上炖炭那样 我当时很够耶 我正在想有哪一个是很让我surprise的 我找不到 可是我以为它有很多那种 就是水果做的料理我以为有很多 但其实没有很多 它比较多是 就水果本身跟一些本来就有的东西 就很像是 这个是有虾榴莲啦 可是它的榴莲就 太taste到 它有第一次吃的这个烤榴莲 我又不太喜欢 然后这个双蛋就是原本就有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味道理都太浪了 然后这个蛋都要抢 只有那个Jelly啦 那个Jelly我也觉得 哦 还不错好吃 然后扣牛蒙蒙也是 其实也是一个标准而已啦 就是标准的芒果跟标准的糯米 那榴莲是好吃的 它也不难吃耶其实 它就是 它就是没有很特别 它就是怕胎而已 而且它是吃到饱嘛 其实如果你还想再吃更多 而且它有没有 那边有不同的水果嘛 就可能可以再 再浇这样子 但我觉得我 我够了 所以对我来讲 最长的CP值 虽然非常的低 因为最长要550 给我的惊喜没有很多 然后 又不是讲很好吃啦 因为如果你是榴莲爱好者 可能这里很顺利 我自己应该是不会来第二次啦 我现在想要做一件疯狂的事情 因为我刚刚嫌她的那个 它就没有榴莲味 我现在是把一些榴莲放进去 来 现在这一口呢 是 蒙鸟绵绵的榴莲在里面的 part time 全新的口感耶 我觉得很错耶 我不是申请专利啊 我不是申请专利啊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吃到饱 都非常的不适合我 因为非常的不划算OK 哎呦 我吃很饱哦 看得出来吗 感觉是个很有故事的电梯 来到了77楼 好多游客 哇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曼谷 这个酒店原来是全泰国最高的酒店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艺术房子 然后这里有一位美女在这边 你看很像可以让我去77楼 还有可以去84楼 放开这边 84楼应该是多了 这个是什么 放眼镜 还要放钱啊 可恶 不要看啊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如果你是真的真的非常喜欢吃水果 就是真的可以来试试看 可是如果你是像我这样有点expect 还有一些创意料理 有点很多那种水果的创意料理的话 可能Joy狗一样有点小失望 再加上我觉得 它这个环境有一点小小的 因为就看到很多那个虫 可能飞去这样子 所以有了吃东西的体验 不是在讲很好啦 所以 我自己给这一家的CP值是一个 还好 如果喜欢这一家的CP值 请不吝点赞 实际